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东西的不是换东西 这马爷最近出了个官妇猫吗不是 瞧我这动议下次马爷再来 他把他举世闻名的猫抱过来 让他蹲中间坐一集 但愿他表现好 对完了就把他拍卖了 还有咱们这个严严认识一下 我看从你爸你妈就喜欢他 是不是 我父亲是马爷的忠实观众 而且自从我父亲这么多年来开始追随马爷 然后我们家多了好多器具 你父亲是养猫的吗 不是 我们家多了一些瓶子罐子 然后我母亲对此表示异议 于是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一些变数 我建议你可以请马爷到你父母亲家里去 摧毁他们一次 可以 这有真的吗 我觉得特别应该 这个我就说咱们这个严严 从他身上就显示咱这节目今年是要火了 他的名字是五个火 五个火 刘严严 我就说我给你起日本名字 五火流浪 五火流氓 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最受欢迎的 你每次都说这 客座教授之一 你是客座的 客座客座 就是我们这种都是说完就跑 对 一般学院也不敢真的把它纳入编制 对不对 我看他讲课那个视频 你到我们这儿真是跟马爷在一块 显得有休养多了 是吧 你讲课那是好小体的 我觉得 没有就是攻击性太强 是吧 咱就说了 这些奥斯卡 他们说这回奥斯卡是一个历史上的小年 可我怎么觉得 咱们这中国网友把这个皇帝不及及死太监 发挥到高潮了 我天哪 这是我看到近些年最火的 至少在中国网友当中 后来他们跟我说 不光中国网友 全世界 全世界 你看他那个网络网站上 我就看见一个视频 就是说外国的 你知道这小李子 小李子这得奖 你可以瞧一下老外什么反应 都疯了 咱们可以看这段视频 快上百万的点击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那哥那个音乐很熟 是不是 那音乐很熟 你看那个一男一女的 那么抱着每个人都憧憬这事 所以他给人家第一印象 还是很好的 什么叫第一印象 就是他当年在中国最火的 泰坦尼克的这个印象很好 所以大家挺他 你觉得 人家后来一直很努力 什么人 后来一直很努力 后来一直很努力 这个什么都演了 但是可能我是 艺术上是个偏见 是外行 我老觉得他这个小李子 就是太拼了 你知道就说太拼了之后 其实留在我心里的那个 我还是喜欢他早年 那个心之全食 演那个吸毒少年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 婉然天成的一种感觉 到后来你就觉得他这拼呢 但是拼呢 就有时候都剪得有点 作戒了 就是用力过猛 但是呢 就是说中瓜得瓜 就是说人家费这么大劲 该得这个奖 我倒是有个期待 就是说他这奖一拿呀 这心一歇呀 一平淡自然呢 没准你能希望他演出一个 特别真正特别好的角色 有人觉得真凭演技的话 有人啊 不是我啊 有人觉得就是说 他这回不如那个 那个小雪斑 小雪斑演的变性人 确实确实 你这几次都同意 确实 确实 感觉今年就演得不错 但是呢 也就他自己的角色里面 也不是他演得最好的 但是没关系 奥斯卡就这传统 奥斯卡历来叫 有句话我们说 奥斯卡永远是在 错误的时间颁给对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奥斯卡这个 他这个体制决定的 他是一个冤案的叠加 就比如说 我该给 该给马爷那年的奖 没给 然后呢 哎 没两天说这个 涛哥需要得奖的时候 那年 就这确实 今年应该涛哥得奖 他想 哎呦坏了 那年没给马爷讲 今年马爷拍了一篇 得给马爷吧 于是这个冤案就传承下去了 哦 我怎么听着像金鸡百花讲 咱们那个还不太一样 咱们那个 我觉得有的时候 冤案永远就招学不了了 不过他演技还是很好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他获奖以后 我因为有些偏花嘛 就演他这个过去的 所有的这个演过的角色 从他那么小开始演戏吧 我觉得我们第一 这个演员本身天生素质很好 天生就是当演员的 人演什么能力在这 第二是他这个敬业精神 我回想起来 我看不到我们的演员 有这种敬业精神 或者说我们的演员 没有表达这种敬业机 这个这个这个机会 这种敬业精神 所以你看他 他这次获奖 那个从庄终上讲 那都是毁自个儿 那那脏兮兮那样 我的天呐 对你要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是想起岔口 就是说这个敬业啊 咱们的这个演员也敬业 但是呢 表现的趋向不一样 你比方说 你发现没有 我现在慢慢感觉到 不是说好莱坞明星 不重视形象啊 但是他们对减肥这事 没咱看的真 咱们这演员 你看这个敬业表现在哪啊 一天练八个小时 保持 你看咱们这演员 就是全是 就是一发胖 就跟下了地狱似的 但是你看小李子 明明长得这么帅 就放任了 他就就还有那个 尊特拉 John Porter 你看他们胖就胖 还有这个 汤姆汉克斯 我就发现你看 这要是中国现在这明星 可不能允许自己 这么胖下去 不 这个他好莱坞特比较拼 他实际上 他那个有的时候 他为了演一些角色 他要刻意的胖 然后还有一些 觉得他要刻意的手 这个其实挺要命的 对 所以那个 你刚才说我们这个 保持身条 这不算敬业精神 算他太爱惜自己 对对 对对对 这两回事 是吧 这行 再看两张小李子图片 看他怎么不爱惜自己了 这是网友搞的 这家终于得了 你看 这网友就说 小李子到了后台 在马桶上 在刷屏的 不是 这次 就说 这次这个奥斯卡 这个得奖 你有什么观感 整体上说 我这个 我就看花絮了 我不可能从头看到尾 我看花絮的时候呢 看他 就是有一段 特别有意思的视频 可能贬播最多 就是他 他眼瞅着就要拿着这个 这个小金人的时候 有人在那擦 他还先伸了一下手 就有点急 然后他问 这东西怎么保养 我觉得这事挺专业的 一般只有买文物的人 说这东西怎么保养 他直接就把这东西当文物了 说怎么去清洁 他都说用什么东西 然后送给他那人说 就用水 那句英文 我这不懂英文 他都听懂了 你拿水擦着他就行 没什么可保养的 特别好玩的一个细节 那个细节在小视频中 点击非常高 对 要不说什么人看什么梗 对 你像我看一个 我也不懂英语 就说 他们就说 我说这个尺度 在台上能黄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说 你知道 我是看他们装盆翻译的那个人 他翻译就是一个梗 说有个女演员上去 拿这个男演员 开玩笑 就提到了两个英文的词 这英文词就能到什么 就是说原来 咱这生理学上也长知识 就是说原来有一种 这个男人的生殖器官 有一种是 这个伸缩性不强的 叫什么 有一种就是 它勃起来也不变大 有一种是伸作性 我估计可能亚洲人属于 伸作性的 你说这女演员在台上 他就说某个男演员 说你是这个 你还是那个 我说能够这么黄 还行 我觉得这是尺度问题 美国人他本来在这方面 在性方面 是比我们得要习惯的 要开放的多的 对 我也是表达我一种期待 我说什么时候咱们 咱们不允许 但是你看美国人 在还有一些问题上 比如他们签扰到 他们正是正确 牵扰到种族 牵扰到很多这种问题上 他们可能比咱们 始终言得多 反倒咱们有的时候 我看有好多节目 近年来 而且不在意 我们对很多 比如对弱势群体的说话 择词 根本心里没有障碍 他同样 他说性的时候 是没有障碍的 他随便说 你看他说这种性的玩笑 你仔细想 他所有的性的玩笑 无论怎么开 他都不色情 不能往色情上走 他可以当玩笑开 因为性是一个 很主要的社会话题 这个话题是 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那么你当为一个社会 笑料 他又不牵扯到其他 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让他健康 你看这个 还有一个种族歧视 你看开场这主持人 你看 只有黑人 能调侃黑人的梗 他说的话 你要是个白人主持人 那不敢那么说 我记得你还引用了一个 他说的特决的一个 说是什么呢 因为今年在奥斯卡 就在黑人这个话题里开始了 然后中间一度就跟他说 大家说你不要上了 你应该一起抵制 他说我不能抵制 他说了一大堆 但是人家好莱坞 他非常专业 他这种主持人 他这个话扔出圈 他人家落回来 人家给收回来 对吧 他最后要回到 他这个正是正确 他说 他说今年最应该哀悼的是什么 那句话说的特别狠 他说今年最应该 大家别折腾了 别抵制 没用的 今年最应该哀悼的是 今年你们都忘了吗 有好多黑人 在去看电影的路上 然后就被当成坏人打死了 去年 就是去年 他们因为这事骚乱好几次 所以这个奥斯卡 跟政治的事 咱可以聊聊 咱们现在去广告之前 我也给大家看看 这个提名的这些影片 他们剪的不错 来看看 作词 作曲 刘虽宏爆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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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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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